那我们来看一下猜数字游戏 猜数字游戏我刚刚有跟各位讲到有关的逻辑部分 首先的话这个程式基本上总共就是11行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 首先的话几个地方我先把回圈先拿掉 比如说回圈是画尔Email 然后BREAK 那其实画尔Email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 想象成类似油门 那BREAK就刹车 那如果假如说我没有这个回圈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当然我把那个我的那个结构恢复好了 那实际上跟各位讲一下 当然因为猜数字嘛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做什么 乱数产生一个 这个什么呢 从1到20之间取一个号码出来的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利用有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它是在Random这个套件里面的一个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名称叫做Random Range 那特别是因为Random这个套件基本上它已经放在Python里面 只是说如果你要用它的时候相对的你要把它挂进来 特别是如果你要产生一个乱数的话第一步 把这个Random这个套件先挂进来 那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套件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什么 叫Random Range OK 那这个Random Range顾名思义啦 这个Random就是乱数 Range的话呢 其实跟之前我们用的Fall回圈里面的Range有点像 差不多就是清单 那什么样的清单它不是产生一个清单 它是在这个清单里面随便抓一个数字的意思 所以哦 刮符后面的话 有没有 1到21啦 那特别是要这个概念跟那个Range有点像 也就是说跟他讲说 你帮我从1号到21号停下来不要 也就是前一个是什么 20 所以1到20之间帮我随便抓一个数字 那抓到之后放哪里 所以你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把抓到的数字 放到1到20之间 随便抓一个 放在那个什么RND这个变数里面 OK 像刚刚他抓什么 他刚刚抓到17 所以他就把17 有没有 放在这个RND里面 所以RND里面就放17 OK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的需求是吗 我们需求是 那就让那个使用者猜猜看 所以底下这一行 下一行 那我们就是什么 请输入什么 有点像之前我们在判断年龄 判断成绩一样 有没有 请在1到20之间猜个数字吧 有没有 那输入的话呢 因为也是样式文字 比如说我先输入的是那个10 那一样它会是10的文字 所以外面加一个RNT 把它转换成10的数字嘛 然后放在区域这个变数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会有几种可能性呢 其实很简单 不外乎就答对了 答对就是什么 如果我猜17 17等于17 那就Match了 那另外还有两种可能 不是比那个乱数来的什么 来的大 不然就是比它小 就只有这三种而已嘛 所以呢 我们根据刚刚的那个叙述 我们就可以把逻辑写出来 怎么样呢 如果 当然我们主要是 当那个如果太高太低 跟他讲一下 如果假如说答对了 那就不用再继续 因为你答对了 OK 所以呢 我们底下的逻辑是 如果 就是使用者猜的 比那个乱数的还小的话 有没有 那就跟他讲说 太低了 高一点 有没有 那如果反之L一辅 所以呢 这个两行 你可以复制贴下来 贴下来之后改一下 把那个 本来小于改成大于 那前面加L 然后呢 把太高改 太低改太高 然后跟他讲说低一点 如果 假如说他17 如果说猜18 那他显然 我猜的数字比他的 还来的大 那就跟他讲说太高了 低一点 OK 那可是各位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这个程式写好 如果执勤的话 他只能够跑几次 跑一次而已 因为我如果循序下来 那他没有那么厉害 他一直就中 他真的是 拆死好了 太低了 高一点 好没了 因为呢 他不会弹回去 所以接下来 很重要一点 以后呢 如果说 假如你希望 让他如果猜错了 就让他弹回去 继续猜的话 特别注意哦 有一个很简单的写法 就是在这个程式里面 加一个油门 跟一个刹车 那什么是油门 其实很简单 就是坏了回圈 那什么是刹车 就是当他猜对的时候 就是加一个break的叙述就可以了 那怎么加哦 特别注意哦 以后的话 其实有类似的方式 反正第一个 假设你要猜的话 那你可以用random 所以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乱数 第二个的话 就逻辑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加回圈 它就重做了 只是说你要知道 加在哪里哦 OK 那首先的话呢 一般我们会把回圈 加在什么 输入的前面 那理论上 我会在这个输入的上方 有没有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块哦 空一格 那前面我跟各位讲过嘛 块哦后面的话 是一个逻辑判断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逻辑判断 下面不是都有了 对 所以哦 理论上 我这个地方 直接就输入一个e 冒号 那块有e冒号是什么意思呢 e在这里就是true啦 所以你在这边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打true都可以 true是什么意思呢 true就是说 为真嘛 其实就是有点逻辑判断 为true的时候 那意思就是说了 它一直都会进到回圈 那你想说老师 你为什么要打块有e冒号 其实到底很简单 你打true要打四个字 但是你打e的话 只要打一个字 OK 所以以后看到 我如果打e的话 那就是true啦 OK 那如果说0的话就false false要打五个字啦 那0的话 其实只要打一个字 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程式里面 1就等于true 0就等于false OK 那什么意思呢 反正你就一直给我进到回圈就对了 那可是问题有点像油门踩到底 踩下去了 你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 但是总要停下来吧 什么时候停下来 当它答对就停下来 所以特别是要 如果你看到 画了e冒号呢 里面一定要有个break 如果没有break 那这个程式就跑不出来了 可是应该加在哪里呢 特别是要 1 请你在这一个 有没有 逻辑判断 输入根脱级判断的上方加一个fire email号 那2的话记得 请你把底下的叙述按个tap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必须在这个回圈里面被执行 如果你们按tap键的话 那它就不等于是在回圈里面执行 特别是要这个固定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要在哪个地方加刹车呢 这边要恭喜拆对对不对 请你在这个下面一行 加一个braker ok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呢 等于它看到braker的话呢 那这个程式就结束掉了 ok 大致上原理是这样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程式呢 就可以拆成三个部分 1乱数 2的话呢 就是逻辑判断 输入加逻辑判断 3的话呢 就是一个fire回圈 加一个braker 这个部分的话呢 构成就是重复做的动作啦 ok 所以以后呢 你假设你的程式里面 需要重复做的动作 那就请你很简单 而且重复的数量你不确定 前提是不确定 你可以用fire email号 然后记得后面加一个braker 就完成了 这个其实架构 以后你们甚至可以拿来当样板 我是觉得写来写去 很多游戏 主要的架构都这样写出来的 ok 当然呢 其他的书里面有别的写法啦 只是我前面讲过啦 每个人有每个人习惯写法 但是我觉得这样写好像没什么问题 而且 所以哦 以后只要是那个 我不确定的数量 的回圈的话 我一律习惯就坏我空一个 e冒号 然后后面的话再让它输入 然后再逻辑判断 然后在什么状况下 blog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可以拿来套用哦 ok 所以请各位 也许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架构 可以的话 自己把它写出来 那当然是最好的 ok 然后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如果要让它再把它变得复杂一点点 什么样复杂呢? 就突然说老师那这样的话太容易了 一直猜猜猜到对为止 那这样子好像没什么挑挑战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这个程式的逻辑哦 改成什么呢? 只能猜三次 如果他猜了三次呢 也没有猜对的话 那 就 程式就离开了 就跟他讲说哦 你最多猜三次 三次都没猜对的话 很抱歉 就是不能再猜了 那最好比较贴心一点 可以跟他讲说 你的答案是多少 把这个RND的值怎么样 顺便输出给他 让他知道说答案是多少 这样相对是比较贴心的啦 只是说呢 这个地方怎么做 可以让他只猜三次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有限制了 所以如果有三次嘛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第一步 其实可以把快要回圈怎么样 改成4回圈就可以了 4I in range嘛 有没有 然后1-4嘛 就是1-2-3 有没有 4离开了 这样OK了 对 所以哦 你可以把什么 如果有数量 确定是只能猜三次的话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逻辑里面 再多加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就是说呢 他如果 他I的值 已经是最后一次的 可能是1-2 如果等于3 而且哦 这个区域的值跟R&D的值还是不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哦 你已经猜三次了 而且没有猜对 答案为多少 最后 多加一个break 其实不加break 其实不加break也没关系啦 因为4回圈只跑三次 那就是跟他讲 那这个怎么改 也许你们可以再想想看哦 那我这边底下其实是已经有一个改好的版本 你们可以想想看啊 如果想得出来是最好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下 我其实主要是什么 第一个哦 把那个fire回圈 改成for i in range 1-0.4 所以1-2-3-4 然后呢 这个地方 首先是改这个地方 有没有 就是把 假设我只能跑三次 但是问题是跑完之后 它没有任何的叙述啦 所以你假设我这样跑 你会发现哦 如果10第一次 第二次再 第三次 它如果还是错的话呢 它就离开了 那当然这样没有问题啦 只是说感觉好像这个程式不够贴心耶 应该要 你离开了 你至少要告诉我一下吧 OK 感觉好像会比较贴心 程式至少那个 人机界面会比较友善一点 那怎么办 其实我后面 后面为了说让这个程式哦 更贴心一点 我在这个逻辑里面再增加一个叙述 加在哪里呢 加在前面的地方 也就是把 原来的这个底下逻辑加一个EL 然后呢 再就是它变成本来逸夫哦 把它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头的地方 有没有 加一个 如果呢 I的词怎么样 等于3 意思是它猜了第三次了 而且呢 怎么样 猜的词怎么样 不等于RND 不等于就写这样 不等于RND 也就是它猜第三次 而且还是猜错的话 那我就跟它讲说答错了 只能猜三次 答案为多少 我还把那个答案放在这个RND 所以哦 如果假设我demo一下 如果加这个叙述有没有 好处就是比较贴心啊 那你没有加 其实程式一样照跑 那比如说我输 哎 不要再一次 再一次 好你会发现第三次了哦 这个时候呢 I等于3哦 然后呢 如果我输入一个数字 一定也是不对的 所以print的答案 它会跟我讲说 答错了 有没有 就是输入这个 只能拆三次 而且答案为多少呢 它把RND也print的出来 这样的话呢 相对会感觉比较贴心一点 有没有 那底下其实不用 本来我想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一个break 其实你加了程式一样也没错啦 只是加了也没有 没什么用途 为什么 因为哦 这里的话 因为它 缝回线只能会跑到 123就离开了 那你加一个这个等于多余啦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把它什么 把它拿掉 这样OK 所以哦 改的方式哦 我要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个是原始的版本 改的版本就是改 这个画红圈 加这个 再加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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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